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NetChannel 頻道的時間 現在已是夜深 大家都知道我拍攝時已上載了一時半 大家跟開我這個頻道和NetChannel 做完頻道後 近來我基本上直播都沒有開 即場足球投注分析都沒有開 近幾天工作實在太忙 現在到這一刻 工作完畢 做完功課 就可以分享NetChannel 馬丹 明天再拍攝仙機 我NetChannel 做完頻道有一個你開啟未的系列 都會嘗試拍 明天早上不會太晚 今晚只會出了NetChannel 馬丹 回規上次賽事 上次賽事 三兩隻NetChannel 馬丹第六場 加運法2.4倍 最後潘頓都是隨隨隨隨隨的 好像有些馬額迫過去 借機收收 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應該要表現好一點的 你不要說潘頓 最後收 最後收還收 都應該要有3344 都是只有3344 所以 都無話可說 冷卻自己的財在獎都拖得到 財在獎也是靠他 上下四孖一寶 所以都很開心 第八場 方堂武士 都正正老老 大家有細心聽的 英雄鴻傑 我怎樣選擇 方堂武士 都是怎樣選擇 很簡單 Q&T 全部都中了 當日選了兩隻NetChannel 冷卻 Patreon 未能上名 希望今次的Patreon 眼角都順順利利 今次賽事都是沒有高出賽馬 因為近來 颱風取消了一次賽事之後 很多馬有保護權 所以 都是要消化 根據過往慣例 我想消化兩三四日 賽馬日 再重新出高出賽馬 我再重複一次 因為颱風之後取消了馬 本身颱風那天出的馬全部有保護權 令到整個報名表很混亂 所以 你要用三四個賽馬日 去消化這堆保護權 才會看出門路 所以我盡量都不會有 高出賽馬 未來兩四三期 大家留意一談 事不宜遲 講一下 明天賽事 我選兩場 明天其實 我覺得很多場你都可以選到馬阿膽 很多場 我再次講一下 很多場 都可以選到馬阿膽 那 我選這 反而是今次 暫時不是大熱門 但是 臨場 去到大熱都絕對不出奇 暫時不是大熱門 不想每次大熱門 因為明天都有很多大熱門選擇 但是我又不大熱門 看看如何 第一場是選第九場 第九場是馬阿膽 選二號的神虎龍區 暫時不是大熱門 我沒有特別補充 神虎龍區 嘗試和黃腳立 彈開馬阿群 是 厲害 就說完了 就是這樣 數學 數據分析就是 告訴你 厲害 說完 那 你說我挑剔是什麼呢 挑剔就是 嘗試他追黃腳立 真的 潘頓騎得 都很下力 不知道隻馬會不會累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那隻馬也不是 很大隻 1031磅 又再加133磅 上次是 130磅 現在是133磅 要挑剔就是 上次打得多盡 加多3磅 但始終都是當位好 上次真的 都是一個字 強 都會找他做膽 配角選擇 第一隻是選擇3號的夢想 都是上次 神虎龍鞠 黃腳立那場 他跑第3 當然是 賺盡快步速 但你就算算他賺盡快步速 他這樣撲上來 其實都表現比我想像中 好很多 這次當然14堂非常難跑 但是 都先拖一拖 第二隻配角 都是選擇 看看先 六號 寬樂智寶 寬樂智寶 都沒有什麼好說 上次韓宇建那場是強組 他初跑田草 直到取位都不算極度暢順之下 這樣衝回來跑第3 我覺得算不錯 吉隆之後都跑得好 韋之星之後都跑得好 大家明白這場是強組 高水準賽事 我其實形容他為高水準賽事 出自高水準賽事 真誠到千四 李英雄更加合適 拖一拖 選4隻配角 第3隻配角 選11號 很如意 今季跑兩場都其實不錯 拖一拖 狀態好 第4隻 選12號廣臨複獎 這隻馬 自恃甚高的 上季第2場打到2.3倍 是一定很誇張的事情 打到2.3倍 一定是有點想法 然後 連人兩場 上季尾那場 都是輸給巴閉哥 都是很硬正的賽職 今次 復出 勉強拖一拖 拖一拖 免有些冷卻撒進來 我們拖不到 所以這場馬踏 2號神苦龍驅 配角選擇 3號勇敢夢想 6號歡樂自暴 10號好如意 以及12號港臨複獎 我還未講第2個場次 之前是講一下 付費 計劃 第一個就是 臨場分析 隔夜有冷人包 例如禮拜日 我現在禮拜六晚 會發了 可能六至七場 隔夜冷人包的首選次選 複選 在臨場 700分鐘前 每一場賽事 700分鐘前 會有首選次選 複選的最後選擇 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孖寶菲 場地形勢 在臨場 會有首選擇 等 還有投注建議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在Facebook YouTube 或者 WhatsApp 我會放一些 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 但 臨場分析未必是正確的 因為星期三日 你上班 星期六日 你家庭人未必可以坐定 聽我的分析 看我的投注建議 所以 Patreon 服務就非常適合你 Patreon 如果在賽馬來說 我有四個會員 在賽馬來說 你留意超級和極厲害 超級會有如有冷卻獨家分享 YouTube不再公開發放 YouTube冷卻 現在放上Patreon的超級會員 極厲害會員如有冷卻獨家分享 所有嘗試 計碼的分析 都放上 YouTube會員 不是YouTube會員 大家有投入直播計碼的朋友 知道非常之具有參加價值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十場 我打擾一下8號 實現夢想 打擾一下 在這場有些賠優給你賣 因為上次大敗 但上次大敗 我來說 不奇怪 因為上次賽前的試集 真的很硬 但這次的試集 就不一樣 這次的試集真是漂亮 贏了加州星球 這次試集 當然你不能說加州星球很厲害 不可以說很厲害 他1200元 因為始終有個閘 但你始終是 布開得很漂亮 整個閘 轉彎都很順 直路都 布開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實現夢想 對著這組對手 其實 不是說很強 不是說有很多馬 有很多分在手 所以 有分在手的馬 可能只有實現夢想 那為什麼不選一隻實現夢想呢 1200元難跑 難跑 但我覺得大嵐馬 比外面開著步跑更好 二三打 轉彎 直路拿定平衡 再大大步的撼 這些馬 更好跑 找八號十月夢想 做馬打 配角選擇 選擇上次都是同一個方法 134 選擇包裝必勝 美麗奔馳 威力奔騰 這三隻都是近方 能力 都是有的 所以都不特別多說 我拖配就選擇 1號包裝必勝 3號美麗奔馳 和4號威力奔騰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和分享影片給朋友 帶我宣傳的頻道 如果大家意想分享 有什麼意見 都在影片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願意願YouTube影片 在影片留言 讓她借借Fans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多留一點 回覆多一點 YouTube就會知道 我這個非常多的頻道 會分開兩些影片 給更多YouTube網民看 更多YouTube網民看 令我view數上升 除了令我微博 廣告收入 還會增加一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希望大家來 和我YouTube頻道 你現在看的是 NATCHRAN頻道 還有 我有做直播的頻道 主要是做直播的頻道 直播計碼 資產中國圖做分析 海洋碼直播 美場直擊加塞銀利港 等等 還有 現在我都會有一個 如果你們開架未有行李跌 我明天都會在 NATCHRAN 藍作碼頻道 但是說完那麼久 大家記得 NATCHRAN 藍作碼頻道 和NATCHRAN頻道 都按訂閱 按鐘 按全部 我鎖了新片 你都有個通知 或者是鈴鐺 第一時間就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